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即便我们台北市政府有钱都要经过中央的核准 我们跟中央争取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是觉得前线的防疫人员很辛苦 所以予以同意还是中间过程拖拖拉拉 这些事情这些真相我们台北市民应该要知道 我们不能中央老是口头感谢说防疫人员很辛苦 但是实质上面的津贴却没有办法领到 他们这么辛苦做了高风险的行业 不应该只用口头去表述 应该属于他们的津贴 市长要拜托你一定要帮他们去争取 还有我们谈到口罩机的部分 现在民进党包括他们的这些从政人员 那过程当中我们也去询问了 比方说现在口罩机的时间设立在八点半到六点半 设置的地点是十二行政中心 但是这些地方地点跟时间都不是平常习惯 智慧之父的年轻人会去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达到跟药局分流的效果 可是台北市政府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就我了解台北市政府是知道的 可是中央他用要事法的规定 要求说你只能在十二行政中心去发 在你的捷运站出口 这些真正应该要设点的地方 他们是不准许台北市政府去设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中央提出来要求他们放宽 为什么市长没有在那一天 在跟口罩机跟陈时中部长在一起的时候 请他帮帮忙 去做口罩的分流 让更多人可以使用到这个机器 而且不会无端的被批评 明明是做一件好的事情 但当中央不同意处处卡关的时候 市长你应该要代表台北市政府 代表台北市民去跟中央据理力争 而不是什么事情还是都只能算时钟 该讲的事情 拜托你要像2014一样硬起来 一定要去替台北市民争取 好 请汪汪威员 好 请不吝点赞